歡迎大家繼續支持和收看EMPLUS 阿優仔和大家來個世界盃的小總結 現在正式曲中人散 來個小小的回憶 最驚喜的球員 我反而會說是英格蘭的哈利密加雅 你知道在馬連就不行 來到國家隊是另一個人 這個是驚喜的 至於就是最爆 最爆冷的賽事應該是數到 阿根廷爆爛輸給沙達阿拉伯的 那場是第一場分組賽 亦都是屬於世界盃的其中一個大籃門 至於你說今屆比較失望的一些球隊 我會覺得卡塔爾 難得東道主的身份打決賽 又有才力又有時間的準備 但是一般的表現 另一支是比利時 比利時有這樣的球員有這樣的質素 但是球員應該一個來聯情況不和的情況都幾嚴重 浪費了 另外最一支比較失望的就是巴西隊 巴西其實我看今屆賽事三線的實力 整體球隊的能力其實是最平均 不過那場確實是對著克洛地亞 領先的情況是有些輕敵以為贏 這幾對球是比較失望的 在今屆賽事 最感動人心的球隊或者是畫面 應該是美斯幫阿根廷最後拿到冠軍 都幾觸動人心 也都會令到美斯能夠圓蒙 真正登機成為球獲 最精彩刺激的賽事 都要數到決賽了 阿根廷對法國 過程未必說很精彩 很多金球出現 但是整個形勢 那個賽事的發展 真是幾峰迷路轉 這個劇本都真是幾令人難忘 那今屆世界盃賽事的特色 我覺得就很多十二碼的漂亮頗 無論是淘汰賽階段十二碼分勝負 或者是法定時間之內有十二碼 龍門在舊十二碼方面是很好 最期待接下來下一屆 其實是美國、墨西哥和加拿大合辦 當中我覺得英格蘭和巴西的年輕一代 都不錯的 展望四年後 另外下一屆主辦國之一的 美國的年輕球員都幾好 至於今屆一些有驚喜 賽事不是很熟悉的球員 例如摩洛哥的Online Bud 我是中場四號仔 哈羅地亞的面罩中堅 大家知道 法迪奧這位左腳仔 另外有阿根廷、哈利伯 白禮頓的麥卡里士達 都是令人眼前一 他們新駕應該經過這次世界盃 都會升很多個開的了 總結 今屆世界盃、卡塔爾 給我感覺世界足球方面的水準 拉近了 無論那場爆冷門、沙達 阿拉伯可以贏阿根廷 或者亞洲球隊、日本和韓國的表現 亦都是很出色 更加要恭喜 摩洛哥雖然最後只有第四 能夠有歷史性 幫非洲球隊 能夠首次晉身去到世界盃的四強 這段時間 一定要多謝大家 差不多一月的時間 多謝支持 Ambus 多謝支持小弟休仔 安博體育傳媒 我在這裏跟大家分享一下 賽前、賽後的看球的情況 談不上什麼心得 不過看到的東西 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大家有沒有共鳴的感覺 另外很有趣的 有時候你預計一場球 可能你預計到形勢打法 各方面都預計到 但是賽果未必中 但是有時候未必預計到 我賽前預計這樣的攻守的情況 但是最後 預計不到 但是可能 猜哪一隊贏 又可能會猜中 所以都是這樣的情況 希望今次合作愉快 也很開心在這裏跟大家見面 希望未來不久的將來 可以跟大家在Ambus 在安博體育傳媒 跟大家繼續談波經 多謝大家支持